方向疗法 方向疗法到底是什么呢 方向疗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随处可见 那它到底是什么呢 我说方向疗法是一门艺术 它也是一个很准确的治疗科学 那我们先来聊聊 到底呢 这个方向疗法当中的单方筋 它是如何做吸收的 它如何直接接触到我们的人体 产生作用呢 那它到底如何运用在我们的生活方式 那如何使用这个精油 你好我是Maggie 单方精油呢 在方向疗法领域当中呢 它对于我们人体的吸收 有三个途径 第一个途径呢 是吸收法 你可以藉由我们的呼吸系统 作于吸收的方式 进入到我们的人体 那我们的大脑呢 就会发送讯息 去做我们身体的整个平衡的调整 第二呢 是做皮肤上的接触 可以利用比如说按摩啦 或者是套早啦 沐浴啦等等 藉由这样子的方式呢 进入到我们的人体 第三个方法呢 是口服 那这个部分呢 我要在这边特别提到的是 口服精油呢 在亚洲地区呢 它整个的方向疗法的整个机制上面呢 尚未非常的完整 那在国外上面做口服精油呢 都要两个专业的医师 以及一个专业的方疗医师 在三个人专业的一个人士之下呢 试准就是在他的面前 当下看着他做口服 并且要留在这个院内或者是中心呢 去做一个观察 二次到四八小时 那因为这样子的方式 跟我们亚洲的方式不太一样 那其实对我来说呢 我还是宣导一件事情 在没有一个专业方导师 或者是专业的家庭医师的 这个确认之下呢 我不太坚一口服哟 那我们方向疗法应用在这个经历室子上 有多期待事情 所以我可以自己把自己做 专门的客气去做这个页势 那我应该把这个切掉 可以做应用 像最近话题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疫情的问题 那我们如何做反应 像我自己在生活当中 最常用的就是 第一个 随身的酒精品 不管你是用干洗手 还是这个酒精品呢 我其实都会用正确的稀释 我大概会稀释到3% 加入我们的单方精油 那可以把这个随身品精油 我们随处在外 我回家的时候呢 可以用酒精喷洒 加强这个防护作用力 第二个呢 其实我们常在 携带这个口罩的时候 我可以建议你可以在口罩的这个外侧哦 注意是外侧 我们在他这个口罩的这个耳罐的角落四处可以各滴一滴 那这个精油呢 我们在这个加强防疫这个单元当中 我特别跟大家提到说 我们要用哪些单方精油可以帮助我们增强我们的防御力 然后抵御这个我们在外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形状况 那增强我们的身体免疫力 那多一层保护其实会更好哦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是说 那这些方向疗法 对于我们常说的 对于我们人体有什么帮忙呢 其实精油来说 不管在生理 心理以及情绪上面都有非常直接性的一个 一个 缓解 我来解释一下我在说什么 第一个是生理 比如说有时候我自己在生活当中 比如说最近了绕疹或颈间痠痛 或者是最近好像身体哪里怪怪的不太舒服 我可以借由方向疗法的单方精油呢 去调配 那因为我自己有医美加各三大国的 我自己本身的license有到sense到中心 好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是方向疗法 对于我们的生理跟心理以及情绪上的影响 是有最直接性的帮助 那其实在生理层面上 我来解释一下还有什么帮助 比如说你在生活当中 你可能会有一些身体的不舒服 它不是一个很很大的一件事 比如它可能是 我今天可能肠胃上不是那么的舒服 可能会是我今天 可能这边比较酸痛 可能我今天小腿比较紧绷 你可以利用方向精油这个东西 然后来搭配我们的生活运用 它可以去缓解一下居家的一些 生活的一个生理不适的小症状 来处理 那当然呢 你真的很不舒服了 还是建议要寻求专业的医师 也到医院上去做检查 是最好的帮 最好的一个方法 那心理层面跟情绪来讲呢 其实我自己运用上 在跟方向疗法来运用 是非常非常的多广的 举例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可能工作比较繁忙 今天我可能遇到的人事物比较多 可能影响到我的情绪 或者是我觉得非常的焦虑 或者是最近的工作压力比较大 其实我都非常非常喜欢用方向疗法 甚至单方精油来调解我的情绪 那就像我今天要来做这个拍摄的工作的时候 其实在镜头前面呢少了学生 我其实会有一点点紧张 有一点点的不自在 那我今天用的非常的多的是佛手杆 以及苦成液 还去安定我的紧张的心情 那其实有时候去比如说在工作厂 你要去面试啦 或者是你要去参加考试啦 或者是你要去认知新朋友 或等等的 我觉得方向经油 它在短时间之内经过休息之后 它可以缓解你情绪上的一个不稳定 那其实这就是方向疗法很有趣的地方 它可以直接跟你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那我觉得方向疗法 其实大部分都喜欢香香的美美的舒服的 那其实这些方向植物的精油呢 我们会在下一个单元跟大家分享 这些单方精油它到底从哪里来的 它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从哪里找到它呢 OK 好 那这些精油到底要运用在生活当中的哪里 其实如果是像各位有在做瑜伽 或者你有做练习那个冥想啊 或者是你有送播的专业或等等的 其实它可以甚至气功 你可以融入方向疗法的运用在你的生活当中 不管是你要去健身房健身 或者在家训练自己 甚至呢你在家泡澡或者是沐浴的时候 甚至你可以在你的书房沐浴的地方 其实很多地方你都可以放进方向疗法 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 它会让你的心情情绪 还有你的生活品质大大提升哦 毕竟像我自己我就是非常非常喜欢 我的生活起居当中没有一个地方是脱节方向疗法 它对我的整个身心跟情绪来讲 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衡哦 那当然呢别忘了哦 在我们使用方向精油的时候 还是会有禁忌的 那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讲 到底使用精油有哪些禁忌呢 第一呢我刚刚有提到说 口服这件事情 其实我是不太支持直接口服的 我的理由是什么呢 当我们在口服精油的时候 不管你是做任何方式的稀释 比如说蜂蜜啦或者是存入水啦 或者是等等其他的戒指去做稀释 没有错你已经完全正确的去做了 一个稀释的动作 但是呢精油的特质它是不容易水也不容易油 这样子特别的特质呢 我们即便在做怎么完整的一个稀释 我们到了口腔之后 因为口腔这部分太太有趣了 你很难去界定说OK我的精油口服之后 我到底会停留在口腔黏膜 还是会停留在我们的胃壁 我倒是觉得我们一般来运用方向疗法 大部分人的目的是为了漂亮 为了要健康甚至要避免养健康的现象出现 或者是为了要让我们更动灵等等这些 所以我觉得精油的话 还是要正确的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因为它是一个艺术 它是一个生活的一个美学 我倒觉得可以运用在一些 比如说我们用的扩香仪啊 或者是泡澡的时候 甚至加在你的沐浴乳 或者是洗髮精 甚至洗碗盘的清洁剂 那甚至呢 比如说家里有一些扩香食 或者是一些装饰品 其实我倒觉得你可以把精油 放在这附近 或者是滴在那个扩香仪上面当中 它都可以产生更有趣 或者是它更安全的方法 在我们生活当中 就是整个融入整个方向疗法里面 那我想就是最安全也是最棒的一个方法哦 那第二呢 我们要讲的就是一定要正确稀释 如何正确稀释 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公式法 在这边呢 我倒是用很简单的一个很很粗浅 一个最最不用太太多计算方式 但大家还有一个专业的计算方式 我先讲一下专业计算方式是 好比说我现在要做这个酒精喷雾的这个 该洗手的一个做法哦 我们在这个瓶子 比如说这个瓶子是30ml 那我们要乘以20 为什么要乘以20 这是一个公式 等于是说我们1cc 再换算成我们这种精油的喷体 它是一个低管式的方法 那1cc或者是1ml 等于是它的20d 所以我们的公式是一个容量乘以20 乘以你要的百分比 好比说我们应用生活当中 大概是3%左右 那就会是30ml乘以20 再乘以0.03也就是3% 就会是你要低在这里面的总低数 那这个总低数呢 到底是要一个品项的精油 还是多种 Oops sorry 还是要多种的精油呢 其实这个我们会在下个单元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 精油当中的一个Synergy 显成作用 好 那你选定好了精油之后呢 再把它低到你要的一个容量里面 然后均匀的一个把它去做一个摇晃 那它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精油生活运用 那再来第三点要注意的是 我们在使用精油的时候呢 要注意你选用的品种 有的人身体条件可能 比如说它有一些慢性疾病 它有特殊的一个状况 比如说高低血压 或者它是特殊族群 它是孕妇 它是孩童 它是年长者 那你可能使用的精油当中呢 也要特别注意你选用的植物品项 因为有些植物精油 我们都是为了它好 但是每一只精油 它有优点也有缺点 所以在某些特定的族群当中呢 某些植物精油 对它们还是有产生一些 潜在性的风险 那我会建议 我们一定要寻求专业的放疗师 做一个很专业的咨询之后 我们才会给一个放疗处方的钱 祝各位大家 可以在运用方向疗法当中 可以更安全的更正确的使用这些精油 你好我是Maggie 那我们就下个单元见啰 所以我们下单元说 都没有优移 那么就要做一个